全国居然有6亿栋房屋了 这个还是说这个住建部 它发布的一个官方数据 但是我看到有很多人 因为这个6亿栋房屋 就直接炸了锅一样的 再开始热烈的讨论 咱们国内的房产 是严重过剩的这样一个现象 可能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可怕 有很多人在分析 6亿栋 那就意味着能够供多少人住 这个绝对是端章取义 很多人他只看了一个标题 他没有详细的 把那个文章的内容的 认真地读完 这个是我们很多人 都没有耐心的一个表现 因为刷手机刷的 这可能有这么几秒钟的一个耐心 但是这个现象的确挺悲哀的 我认真看了那个文章的那个解读 那意思是说呢 可能这其中啊 这6亿栋是什么呢 就是GPS定位导航 它给每一个每一栋建筑 我用标识嘛 所以说它是有个具体的一个数据的 是6.6亿栋 但是这里边大部分 都是农村的一些自建房 还有其中包含很多 你像这种商场呀 还有这种独栋的一些 这种行政用的一些 办公大楼啊 它是按照这个来寄的数据 只有在城镇里边 这种楼房商品房的话 只有好像四五千万啊 不到百分之十啊 是这样一个棘手的一个数据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栋栋 这个商品房 这样的一个楼房呢 集中了大部分人的这样一个 就密集性居住的这样一个人群当中 实际上呢 这个是个很普遍的现象啊 特别是我们很多人 可能过年回老家的时候就会发现 我们在老家那个农村里啊 很多那种就是杂草松坑的那种 威房那种院子啊 他很多人他不愿意拆 他为啥呢 就是可能大部分人都在城里住着 但是祖宅呢 大家还有这样的一个心念 就是说能够给自己这个楼 这留下 万一以后老家要重新那个开发呢 而且即便是 就是家里那个老房子 还有人住 无非也就是说呢 有一个或两个老人 在那儿就独居嘛 但是就是还是仍然在农村 有大量的这样一个闲置房 大部分年轻人呢 在城里边有自己的楼房住 但是呢 家里的这样的一个祖宅呢 他即便空着他也不买租 即便是想出租也没人租呀 就这样的一个现象啊 所以说呢 是严重的两极分化 城镇里边人口密集度比较大 而农村呢 闲置房特别多 即便是城镇啊 现在在开发 老百姓的购房的信息 已经没有了 开发商他盖房的信息 他也没有了 所以说呢 现在的确是 包括也有很多 已经盖好的新房 就是很多这种小高层啊 那么咱们疫情期 有很多可能是志愿者 上去消毒的时候 就发现了很多圈都是控制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确是 仿佛控制率是非常严重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就前两天我们和一个 就意外生下的那个老板 我们在一起吃饭在聊天 他是做那个门窗啊 这个建材生意呢 做了很多年 他就说虽然咱们中国 现在这个房屋 房地产行情也不行了 但是咱们在国际上 我们现在已经处于微房的 就是这种楼板房啊 还是占大多数 真正符合 就是这种八级抗制要求的 这种的一个住房呢 只占了好像总的 这种楼房面积的 百分之六七十 也就是说还有百分之三四十的 一个开发的一个 这样一个空间 而且百分之五六十的 还有很多的这种 就低收入人群 他们的月收入还不足 一千块钱 这样的低收入人群 他就根本也没有能力买房 所以我们当时聊天 我就说 你即便是有这么 百分之三四十的 一个开发空间 但是老百姓也决定不买 也买不起 那怎么办呢 要想达到国际上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 安全住房的一个要求的话 那除非是 这些房子盖出来以后 免费送 未来会不会出现 这样一个局面呢 我觉得真的是 有很大的可想的空间 因为现在 咱们这个邻国日本 他们不就是这样吗 有很多那种 相对来说 可能人口 这个就是说 比较稀少的地方 他们真的是 有些很好的房屋 全部都是免费送的呀 那我们确实 有很多的这种 就对住房 还是刚需需要的 那还是建议大家 不要照须买房子吧 你再等等 如果你能等得起的话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事的成长感悟 记得点赞关注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